有的朋友问我什么样的鼻子叫做好鼻子 鉴定好鼻子的准则是什么 实际上好鼻子首先你本身如果在说话的过程中有很浓重的鼻音 我认为肯定是鼻子不太通气 或者鼻甲肥大或者慢性鼻炎 或者鼻痘炎 就是鼻子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鼻功能障碍 它首先体现在是鼻音很重 说话是嗡嗡嗡的这种鼻子往往是不太好的 但是呢不能说鼻子不能说有鼻炎的人 他就带不好呼吸器 因为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一个原理 就是呼吸器是一个镇压通信 它是不断的往里面吹气 你吸和呼它都是往里面吹气 那如果说你呼气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克服呼吸器的镇压 这会带来个什么结果呢 你呼不出去 你呼气你呼不出去 你戴的你戴的面罩 你呼气呼不出去 在半夜里在睡眠过程中 你的第一反应 你是把面罩扯掉 你会感觉到风非常的大 感觉到很闷 这本质上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是你呼不出来气 你的鼻子通气功能差 实际上我们这里并不是说鼻子不好的人 带不好呼吸器 应该说是鼻子通气功能不好 或者说这个通气功能 没办法克服呼吸器的镇压 呼吸器的镇压 通常在半夜里 体重大的会达到十几二十几的压力 一直往里吹 往里吹 你的鼻子没办法克服这个镇压 你的直观感受 就是风很大 或者很闷 直接面罩扯掉 这就失败了 这肯定是失败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鼻炎的人 带不好呼吸器 有的人有鼻炎 但是他的鼻通气功能上好 那就可以带好呼吸器 那怎么判断这个通气功能呢 医院里有一种叫鼻主力测试 有的医院有 大家可以去问问看 耳鼻后克 最好的办法是试用呼吸器 整个晚上的试用 带上面 带上鼻罩 睡晚上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看看你能不能 带呼吸器一个晚上 如果一个晚上 你感觉呼吸 没有特别困难 OK 你的鼻子是可以的 你呼吸器可以带到 好的 我是呼吸器教人的愿哥 谢谢